豹米花棒球联盟 桃园航空城延长赛及拜新北市 拿下第四胜 记者叶佩于摄影 分享 豹米花棒球联盟例行赛 胜不到一个月前 后段班球队差距越拉越大 何库打出13连胜后 战机16胜2败稳坐第一 桃园航空城昨天在延长赛以3比2击败新北市后 才拿到第四胜 战机4胜15败人排名10对之末 桃园航空城首度参与豹米花联盟赛事 但开打至今战机不理想 首战开壶后苦吞十连败 昨天在天母球场对战新北市 双方正规赛9局历经两度拼手 而战进突破将局至延长赛 时局下午博弈辉出2分 打点再见安打 替航空城终止近期4连败 得分效率差 得点圈有人时打不回来 航空城赢球后 总教练蔡荣宗仁扁出球对近期战机低迷的问题 他也提到 赛城已进入中断 希望状况在接下来的比赛能有所改善 航空城昨天共敲十四只安打 第四棒林子涵角出四安萌打赏表现 个人安打数跟对手总数一样多 蔡荣宗说 排他打第四棒就是对他有所期待 但他在本届爆米花还未发挥长打实力 林子涵迪道 目前先以提高集球率为主 也希望明年选秀前再业余打出好表现 再次挑战终止舞台